你看你搬回了唐家 婆婆又认了你 你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别提了 你不知道我有多惨呢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 我有一个儿子吗 结果那个儿子丢了 好好的 怎么会丢了呢 不说了 你说起来心里就难受 是啊 这也是没办法的 有的时候有些孩子 就是跟父母缘分浅 这道理我明白 可是有的时候想起来 这心里还是难受啊 索云啊 凡事都往宽处想 说不定这孩子 落在个好人家 吃香喝辣的 又或者 过几年你又能找到了呢 我还指望着 万一哪一天我真找回他了 那该多好啊 是啊 是啊 不说了 秋香姨 我想啊 你现在不是住在庙里吗 你干脆别住了 搬回来住吧 你看我们现在都住在这儿 你回来以后有个照应 再说了 我知道娘啊 最喜欢吃你做的菜了 不是吗 不行 我已经跟庙里的师傅说好了 我要在庙里帮忙呢 苏云 秋香姨也累了 要不然 让她休息会儿好不好 对对对 我 我也可以告辞了 就这样走了 苏云 我去送送去 走吧 走 怎么了 本来想请你去吃晚饭的 可是现在好像又走不开了 这么客气干什么 当然得客气了 今天你可是做了半天的保姆 还是得谢谢你 要不这样吧 我叫楼下饭店送东西上来 我们在上面吃 恭敬不如从命 秋香姨 我们家现在的情况 你也瞧见了 现在只有找回小剑才能 我知道你的难处 可是佳云也很可怜 她是不会再嫁人了 所以才认我做了干娘 也让保弟姓了沉 我知道这样对佳音不公平 可保弟毕竟是唐家的孩子 要不我找个机会 跟佳音说说 行 您是他的干娘 他一定会听您的 佳音特别疼着孩子 我说了也不管用 这事急不得 我慢慢试试 不知道成不成 还有 这事先别让素颜知道 免得结尾生枝 知道了 您辛苦了 干娘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干娘 这位是高绿伯高先生 阿姨好 你好 一块吃饭吧 干娘 不了 你们先吃吧 我去照顾宝弟 干娘也累了 我们改天再吃饭吧 那不好意思了 今天真的谢谢你 不客气 对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随时替你拆迁 谢谢 我先走了 阿姨 我走了 这位高先生 不像是个厚道人 大爷还好 不过您放心吧 不会神交的 您刚才去哪儿了 好干娘 我对的亲爹来找你 我跟他去了一趟唐家 唐叔还来找过我 我跟他去哪儿了 喝点药吧 娘 您不喝药 这病怎么能治好呢 昨天我听大夫说了 您要是继续这样不喝药 这病恐怕很难治 要治不好 万一以后都说不了话了 怎么办哪 良药苦口 就喝一口吧 我刚才尝过了 也不是很苦 您试试 喝一点点 不然真的说不了话 怎么办呢 来吧 好 苦吗 好 一点点啊 马上就没了 来 好嘞 还有最后一口 来 我来 我来我来 我给您擦擦嘴啊 哎呀娘 我才发现您的皮肤真的很好哦 您是怎么保养的啊娘 您是怎么保养的啊娘 看来 我是摆脱过你这个扫发心了 陈八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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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嘛 谁呀你啊 陈八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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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陈文青啊 陈文青 你们干嘛找陈文青啊 干什么 讨债 我们唐家会欠你们的债 你们想钱想疯了吧 少给我废话 给我拿 等一下 你们说讨债就讨债啊 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欠你们钱啊 证据 看好了 清清楚楚写着 两万五 还有利息 咋着 赶紧给我还来 开什么玩笑欠你们钱 娘 您不可能欠他们两万五吧 是不是 没错吧 把之前的都给我拿头当利息 让开 朱宝呢 娘 朱宝啊 给我拿出来 快说 放开 朱宝在哪儿呢 放开娘 有没有什么啊 没有朱宝钱呢 你看 还钱 快换钱快换钱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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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放手 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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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欠你们点钱吗 干嘛抢东西干嘛碰人呢 我告诉你们 再抢我们家东西 再碰我娘一下 我马上死给你们看 到时候宣布房来了 就收拾 一文钱你们都得不到 碰碰看 碰啊 大哥 咱们是要钱 不是要命啊 这咱们还真够狠啊 好 我就再给你两天的时间 我们四海千州要的东西 没有拿不回来的 等我再回来 没那么简单 走 没事了 娘 没事了 没关系 没事 来 宿云 娘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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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娘跟钱庄嘛 借了点钱 借钱 借多少 没多少钱 两万五 两万五 两万五是没多少 怎么 怎么借 有点事 怎么了 这 这怎么借这么多钱呢 我也不知道啊 就小无人家要债的人 到家里来有钱了 两万五可不是小数目 你说这怎么还 钱都已经借下来 以后想办法慢慢还就是了 现在说话小点事行不行 娘怎么样了 我去看看她 娘被吓得 活都还没回来呢 要不 你先别进去了啊 让她歇会儿 我去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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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她 我去看她 我要去irl生 走 我能说话了 我终于能说话了 你怎么进来的 你怎么进来的你 我在外面躲了很久 我看家里没有人 我才进来的 我想你 骗子 你居然还有脸来见我 你还我钱 还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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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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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我钱呢 如果能够让你 舒坦你的话 你就实际打我吧 你怎么敢骗我 你怎么忍心骗我 我也不想骗你 我也是被别人给骗了 那个黄金猴子 根本就是个骗局 你才亏了两万五 你知道我亏了多少吗 我高利国全部的身家 五万块 全都亏了 你赔了你活该 你要不是说成那样 说得天花乱坠 我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 满钱也不能那么说 这是投资 我不管 现在我赔了那么多钱 我要你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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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您的一些 我要负责 我跟你去要钱了 我跑到放战人那说 我说行吗 你骗我高利国的钱没关系 你把我女人的钱还给我啊 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 都是行还钱可以啊 你跪下 要把墙顶着我的头 跪在地上 我当时给他们跪下了 他们说 你把鞋给我舔了 我就还钱 我就 我给他们 这些我妈蛋 他们就给了我这么点 那我们的钱 不就是丢进水里了吗 文青 必听我说 我知道你家大公子于难了 也知道我们是病 所以我现在 就弄了这么几千块钱回来 你不信 以后等我有钱了 有我高利国一口吃的 等会我找你 你先约我在的 约我在 好了好了 约我在 是我孙女儿回来了 孙女儿 对 我二儿子一家都搬回来了 这是他女儿 不是 你们叫二儿子不是 我现在不跟你讲那么多了 我有空再跟你讲 快走 快走了 不能走了 阳台 阳台 走阳台 走走走 奶奶 奶奶 你好一点了吗 奶奶好多了 奶奶 您能说话了 哦 对哟 奶奶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会说话了 太好了 躺在床上那么久 真的很想出来走走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就能说话了 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娘 好久都没有听到您的声音 听起来很好听 娘是大福大贵的人 这点小病根本奈何不了娘的 怎么 是不是嫌我折腾你 娘 苏云不是那个意思 苏云的意思是 您把病养好了 得出去走走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见见老朋友 这样心情也好不是吗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太会说话了 舒寒 我知道 我也很想出去 见见我那些老朋友 可是咱们家 现在都败落成这样 我见到他们 无言以对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么爱面子 娘 娘 舒寒在这儿呢 再说了 还有我呢 这个家肯定败不了 对不对 舒寒 娘 您喝点茶吧 夫人 宝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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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地 来 来 到奶奶这儿来 宝地 她长着一张 几乎和智雅一模一样的脸 我怎么觉得你跟她之间 有些不清不楚的事情啊 对 我是爱上了舒寒 就是因为这样 我更不能把宝地 还给唐家 来来来 宝地 来 乖 来 来 亲一个 来 亲一个 亲一个 可以 再吃饭去吧 好 小唐 一起吃饭去吧 好啊 真累啊 走 走 老魏 要不你先去吃饭吧 我还有点事儿 别耽误了 行 那我先走了啊 嗨 没想到秋香仪的话还真管用 你终于肯跟我谈了 这件事儿 这件事儿我干娘差不上话 一切由我自己做主 舒寒你别忘了 当初不是我把宝地 从你们家抢抢过来的 是你担心养不活他 自己把他给我的 对你们家来说 找不到孩子已经是事实 我知道你们很痛苦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会渐渐淡忘的 那我呢 我能淡忘吗 我明明知道孩子就在你那儿 你可以来我家看孩子 但是这件事情 要瞒着苏鱼 免得麻烦 要我欺骗苏鱼 我做不到 你不觉得说这样的话很可笑吗 一开始决定欺骗他的人就是你 再说了 这是为了他好 这也是为了你好 这就是最好的选择 行不通 舒寒我已经让步了 你愿意配合最好 如果不愿意 我不勉强 佳音 对了 忘了告诉你 我不住酒店了 祝贵员来那儿 如果你要找我的话就去那儿吧 我不会瞒着苏鱼去找你的 对不起 随便你 我说过了我不会勉强你 但是请你也不要勉强我 你去找舒寒了 你们谈得还好吧 没什么好不好的 我就是告诉他 宝帝是我的孩子 我绝对不会还给唐家 但是如果他想念宝帝 可以来我们家看他 那素云怎么办 你跟舒寒瞒着素云 你们俩这成什么了 你让素云怎么看哪 你怎么竟帮着外人说话啊干娘 你是我的干娘 现在别人要把我的孩子给抱走 我多害怕 你怎么不想想我怎么办 对不起 我害怕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了 我已经爱上舒寒了干娘 我知道这是不对的 可是他跟志愿长得太像了 我没办法 可是舒寒是个忠厚的人 他不会抛去素云跟你在一起的呀 我 我不用他抛弃家庭跟妻子 我什么都不要他做 我只要 我只要能看看他 看一眼就好了 傻孩子 你怎么总是爱上不该爱的人呢 干娘 好 乖 这宝地啊 活脱脱就是我志愿小时候的模样 别说佳音舍不得 我也舍不得 娘怎么能怪佳音爱上舒寒呢 娘自己也忍不住喜欢舒寒 怪就怪舒寒 和志愿长得太像 给娘吃一个呀 夫人 好吃吗 娘 还行 你吃一个 夫人 秋香看你来了 让她进来吧 夫人好 秋香宇 你来了 你来了 来来来 坐坐坐 快坐快坐 坐吧 谢夫人 夫人 知道您病刚好 在家里挺闷的 特地过来陪您聊聊天 我还亲手做了点小点心 让您尝尝鲜 看样子就好吃 娘 来 您尝一块 你真费心了 不费心 很好做的 这也是给少爷 少奶奶尝尝鲜的 嗯 秋香宇 真的好吃 你不要叫我什么少奶奶少奶奶的 我自己都反应不过来 以后你还是叫我素云吧 多好啊 你看你 你不懂规矩 不代表秋香也不懂规矩 真是难为你了 三天两头 跑到我们府上来这么勤 你这才来我们家几天呢 就跟我们淑寒呢 生出这等情分来了 可惜啊 淑寒有我这个亲娘 就用不着认什么干娘了 夫人说得对 秋香不改 我记得你告诉过我 你不是有个干女儿在南京一起住的吗 怎么 要来到上海了 嗯 娘您搞错了 秋香姨哪儿住南京了 她也没什么干女儿 她住在庙里 对吧 秋香姨 这 你看看你 你又多嘴了不是 人活着就图个体面嘛 能有个有钱的干女儿往身上揽 那是多光彩的事情 哎呀 你怎么这么不识相 把这层皮都给捅穿了 我捅谁的皮了 没说你 不是的 夫人 我真的有干女儿 干孙子 只是小孙子现在病了 所以干女儿在上海又治了房产 你说你的孙子 还特意到上海来看病 她是不是病得很重啊 啊 也没什么大病 就是小孩子 身子弱 我 我也该走了 哎 那我送你 秋香姨 我送你 来 再给我吧 走 秋香姨 对我还真是好啊 真是没想到 舒涵跟秋香这样的人 还有你 相处得挺好的 娘 您说的还真是没错 我们跟秋香姨太投缘了 春秀啊 有些人哪 真的跟她说话特别费劲 简直就是对牛弹琴 哎呀 我也累了 陪我回房间吧 别再算了 哎 别算了 我跟你说个事儿 说 你不觉得这回见秋香姨 挺奇怪的吗 她跟咱们好像身份了 可身份在哪儿吧 又说不出来 别瞎说了 秋香姨人这么好 怎么可能 哎呀 我没说秋香姨人不好 我倒是觉得她现在跟你 越来越亲近了啊 但她命确实挺好的 你说她以前连家都没有 住在庙里 现在有了干女儿 又有了干孙子 哎 你没看到娘 今天见到她的时候 脸都绿了 娘一直没给她好脸色看 娘也红了 哎呀 你就别看娘的脸色了 你看看这账本再说嘛 我又不是在 你又考我呢 怎么都是红的 红色就代表欠款 这么多啊 哎呀 丑死我了 哎呦 别愁了 我觉得啊 咱们家也不能逛你一个人出去工作 明天开始 我就去找工作 别瞎说了 娘怎么可能答应你呢 我想好了 开源不如节流 我准备辞掉一两个庸人 你别开玩笑了 娘这么爱面子的人 会让你辞掉庸人吗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哎呀 一起赚钱呗 怎么办 没事 别愁眉苦脸的 明儿就去找工作 嘿 小唐 怎么了 小唐 有件事你要帮我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 这张支票是怎么回事啊 小唐 这件事情你负责的 你来汇报吧 我不知道这是一张空的支票 你说不知道就完事了 你知道这是多少钱吗 那这样 你把这张支票给我 我让他们公司马上重新开一张 哪里还有什么公司啊 货都已经提走了 货款就是这张纸 唐淑海 你闯大祸了 哦 总经理 我作为会计部门的负责人 我也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啊 一人做事一人当 唐淑海 念在我跟你哥 是多年朋友的份上 我不让你赔偿 但是我要开除你 什么 开除我 我 开除我 总 总经理 罚你不外乎人情 你就原谅小唐 是吧 把他薪水结算一下 到今天为止 总经理 出去 走走走走走 总经理 您看这事 就按我说的办 谢谢了 老魏你觉得这事 你做得够意思吗 明明是你收的支票 为什么不说清楚 我不是也被吓傻了吗 小唐我告诉你啊 我上又老下又小 我老婆现在还在病床上 我本来以为总经理 不会把你怎么样 但没想到他会开除你啊 你说好的 之前说好了 我们共同承担责任 结果你出卖我 帮帮 那你去告诉总经理吧 让他把我开除了 我家里七八口人 我大不了每人给一包老鼠药 我们死了算了 算了我认了 娘 怎么还没休息 回来了 今天晚上怎么这么晚呢 跟同事喝了点酒 你不要骗我 是 淑翰 娘给你提个醒 少跟秋香来往 娘都是为你好 知道了 对了 淑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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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发薪水了 给淑翰吧 等一下 淑翰 淑翰 娘想问你一个问题 咱们家现在 有这么多的债务 只能撑下去吗 只能撑下去了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我想再次退几个下人 咱们家 真的落到这部田地了吗 家里的账您最清楚 我 我 知道了 没想到 真没想到 偌大的一个堂府 能走到这一步 不怪你儿子 不怪你儿子 儿子没出息 扛不住这个脚 不怪你 是娘无能 不怪你 回去吧 回去休息 去吧 什么 你替同事担罪过 你老板把你辞退了 老板 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现在怎么办 家里的日常开销 都指望着你的薪水 你工作没了怎么办 是啊 不过那个卫会计 比我们家的状况还要惨 我当时听了我就不忍心了 哎呀 你就别管别人了 你知不知道啊 咱们唐家现在 已经是一个空壳 什么都没了 现在你说怎么办 说呀 我再找工作吧 对啊 你能找工作 那我也能去找工作呀 这世上没有闯不过去的难关 你千万别告诉娘 对对对千万别让娘知道 娘要是知道了会担心的 这还用你说啊 哎 夫人 您让老张走没有关系 可往后 谁帮您看门管账 花园里谁帮您打理呀 那厨房里的事也是要人做的呀 是啊是啊是啊 夫人 没事儿 放心吧 有我在呢 你们拿了这些钱 就好好地再找一户雇主 或者是回乡下自己的老家 做些小买卖小生意 咱们必经主仆一场 我也希望你们以后 能过上好日子 好聚好散吧 散了 夫人 二少爷 二少奶奶 你们保重啊 保重啊 保重啊 大家保重啊 娘 等咱们家 挑戒好了 把他们再找回来就是了 但愿如此吧 会的啊 娘 没事儿的 我这个人哪 以一当十 什么活儿都能干 您放心 我肯定把您哪伺候得好好的啊 娘心情不好 别往心里去啊 没事儿 我没往心里去 我心眼大着呢 娘也挺可怜的 哎 真没想到 这唐府会落魄成这样 哎 再说了 这唐淑涵 她能答应让你出去干活吗 所以说 我现在就是要找一个躲在房间里干活 又可以拿钱的工作 有没有啊 给我介绍啊 这躲在屋子里干活儿又能赚到很多钱 又能拿很多小费的 哎 有一个工作 快说 收拾看 收拾看 哎 说呀 人家不要女人 哎呀 霍姐 您逗我玩儿呢 不要女人 哎呦 才不是呢 哎 你听我说呀 我有个兄弟 他退役回来呢 开了一间澡堂 叫生平原 前些天 他们需要找一些捏角师傅 澡堂 不是男人洗澡的地方吗 对呀 所以他们要找男人做捏角师 捏角 不是很臭吗 你刚说什么来着 小费很多 那是当然了 挣钱很多 那必须的 那我扮成男人行不行 春花 瞧你说的馊主意 苏玥 那可是乱七八糟的地方 万一让人占了便宜怎么办 谁能占我的便宜 我不占别人便宜就算好的了 哦 那可不一样 我跟你说啊 这一进澡堂子 看见的都是一堆堆光屁股的男人 多恶心哪 哎 你可要想想清楚的 光屁股是挺恶心的哦 三千五不能去啊 没事 我有办法看不见 啊 真的 哎哎哎哎 它干什么呢 哎哎哎ля哎 别动 别动了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儿是不是要找捏脚的师傅 别看我是瞎子 我捏脚 捏得非常好 看你这细胳膊细腿 你有力气捏脚吗 你别小看我呀 这辣椒还小的辣呢 是不是 这我说了可不算呢 这得客人说了算 这样 是用你一天 干得好 加钱 干活 滚蛋 行行行 谢谢 谢谢 你叫什么 瞎子 什么 瞎子 大家都这么叫 唐先生 虽然您说您被及时洋行开除乃是待人受过 但这毕竟是您的一面之词 您不符合我们公司用人没有前科的要求 不能回家 又没别的地方去 宝帝学会教爸爸了 有空过来看看吧 能去吗 明知道佳音对我日渐生情 我去 还是不去呢 小队 有课了 好 进去吧 等等 我说你是不是傻 地这么滑 你又看不见 万一摔了跟头怎么办 我太紧张了 那您带我去 赚钱购物品了 来来来 小心点 来来来 好 就这儿 小心点 萝卜高先生 师傅到了 那您慢慢享受着 好好伺候着 先生 您好 我开始捏了 好 您放心 我捏得好着呢 我们开始了 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吧 您也是新来的吧 您是算命的吧 你说一个准 要不 要不 你怎么会不认识我 萝卜高呢 萝卜高 能吃的那个萝卜高啊 能吃好吃着呢 不过就看我想不想让人吃 您这位先生说话可真逗 我捏得好吧 怎么样 舒服吗 刚才听声音 我觉得你像女人